花蓮市光复街的岛人艺术空间 即日起展出了 乒乒乒乒乓未尽征途 艺术家把自己在新北市双溪成长的故事和记忆 透过植物染色技法 编织平面还有立体媒材 融入宗教信仰的色彩和力量 即日起展到6月2号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参观欣赏 就读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研究生的新锐艺术家郑志廷 将自己在东北角双溪小镇 流转宫庙和期趣环境的成长故事 透过在花蓮旧读而获取的艺术能量 将十一则故事书写和实践集新创作 运用植物色素 折叠车缝文字书写的方式 续染在小阁楼 圣南宫 姑婆的祖措 指天林消宝殿 四个场域发生的故事 在导人艺术空间带来创作各展 其实我一直不想跟其他人提及 关于我这一段关于宗教的生命经验 因为我会觉得 这跟大家非常的格格不入 然后但是直到说 有一位老师特别提醒我 然后告诉我说 这一段生命经验是特别的 无关乎于这个宗教色彩 而是因为这些宗教带给我 这么丰富的生命经验 所以这些故事才变成特别 所以他鼓励我去 把它给做出来 说出来 用文字去呈现出来 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展览 我做植物软的时间 其实有五六年以上了 然后就是从一个学徒 然后到就是可以 就是出来做创作 甚至有时做设计 或是做摆摊什么的 那这一次的展览是一个比较 我第一次的实验性的呈现 就是把宗庙的元素 跟植物软做一个结合 其实目的不是为了要宣扬宗教什么 只是想要告诉大家 其实你从工艺 不只是当代艺术 甚至你从传统的工艺技法 它也都带着你生命的影子 曾志廷表示 其中一件作品 终将成为多多云的牛 是他以母亲为原型创作 并希望建给母亲的作品 我妈其实从年轻的时候 就非常的辛苦 她很年轻的时候就 放弃了学历 然后出来工作 她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但是路途总是不顺 然后直到她已经现在六十几岁了 然后她才慢慢 就是愿意接受她自己的这个使命 而当她开始愿意接受 这个使命了之后 她开始变得有自信跟从容 而不会像以前 就是非常的焦躁跟恐慌 而她现在这个状态 我非常的为她开心 因为我终于看到我妈妈 好像要进入一个 很自信 很舒服的一个人生状态 那这是因为宗教的原因 那我也是很 就是很感谢这个宗教 能够让她就是进入到这个状态 那这个 然后她从一头残留 就是慢慢的变成 就是升华成云朵的感觉 是我对她这个状态的改变的 一个呈现跟描述 然后这个作品也献给我的妈妈 我妈母亲也快乐 郑志廷将双膝止天零销宝殿的 无字天树仪式 类比车缝染色 从中找寻生命的多元意义 驱然东北角小镇的生活记忆 乒乓乒乓为竞争图郑志廷各展 记忆期展出至6月2日 欢迎民众前往整场体验 信仰的色彩和力量 记者长方眼和临时报导